欢迎收看6月7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萱 新闻一开始首先带你来看到 花联县政府积极促成南岛交流合作 花联县政府出访团队在县长徐正伟的带领下 于夏威夷时间6月5号 邀请驻檀香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夏威夷华人联谊会 以及夏威夷中华文化服务中心等工具 促进花联县与夏威夷之间的文化与经济合作 相互交换彼此的意见与需求 而过程圆满且成果封硕 花联走向世界 世界走进花联市花联县政府重要市政目标 会在国际上发扬我国原住民文化 以及促进与南岛国家之间产业合作的连结 因此今年来积极参与南岛文化相关国际交流活动 113年更将原住民与南岛文化交流 列为113年度重要市政的计划 在收要之后 经县府层面的规划 由县长堵船出访消耗于各个机关 包括大学 云住中心等机构 期盼能够各式各样的交流对话 积极促成花联县政府与国外机关更多元合作的机会 的可能 开创出有别于艺文展演的文化交流新路线 而这个会当中 花联县政府团队安排了多场精彩 动用了台湾云住民艺文展演 包括业务人才阿勒菲斯文化艺术团传统业务 他如何做文化工作者以及达到老师的猎手的表演 来带动主人们的歌声 让花联文化美丽以及魅力渲染全场 现在许说表示 感谢同胞与校尉文化机关这些年来的辛劳 这点是令人佩晋的 于是在花联县适逢临世理上大战争之后 乔伯们即使能够相挺 为本县的重建工作有极大的帮助 花联成王来自世界的爱 对一切恩惠紧急在心 他也承诺努力完成重建工作 协助所有所有在乎重建家园 回复自场生活 而这次希望消遇与世界看见花联 看见台湾 期盼透过这次出访 让更多人知道 花联南岛主义发言地 1813年7月19号到21号回家 参与2020太平洋南岛联合光年节 一同欢庆 台湾一年一度的最大盛世 原住文化活动 感受花联的美好独特 接着就会黄色老